關澳從高處墮下重傷的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 早上8時左右不治 周梓樂星期一凌晨在將軍澳上德川停車場 由3樓墮下2樓受傷 一直在伊麗莎白醫院深切治療部救治 據了解,他曾經接受手術嘗試減低腦壓 並撤除部分腦組織